富永去年移居廣州發展事業 他日前就在小紅書寺爆一度抑鬱 以及搬到廣州的原因 他指去年自己來到廣州 沒有回到北京 因為北京的東西已經搬走了 一開始住的是酒店式公寓 然後又回到廣州 又經常住酒店 很無歸屬感 又想住得比較近香港 可以和家人近一點 但是工作的重心這幾年都是在內地 所以就選擇大灣區 富永自己移居了之後一直失眠 將近五個月的時間 吃不安睡不下 而他現在吃飯也是為了生存